呃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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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米飛 今天我們來開箱另外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這樣的類型我真的是從來沒有開箱過 今天這個也不是工廠 因為我真的覺得這個東西很厲害 那今天開箱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登 這個是來自美國的 Flex Tab 應該這樣也沒錯吧 它是一款非常厲害的萬能膠帶 號稱全世界最強膠帶 沒有人會贏過它 那它官網號稱百分之百防水 而且它在水中間一樣可以保持黏性 不過這一款膠帶呢它也不便宜 我在L4PC Home上面買 然後一捲4吋寬的話是799塊台幣 那它自己本身的話有出了黑色白色跟透明色 可是透明色實在是太賺超了 我買不到 沒辦法 我就買了黑色的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就來正式開箱一下這塊 Flex Tab 萬能防水膠帶吧 我也不太知道怎麼開 啊這邊吧 這邊它有一個可以拉開來 這個外表看起來有點像那個 絕緣膠帶 但是這款膠帶它說號稱比傳統膠帶還要再厚三倍 我們先撕一段起來給你看 呃 一開始撕下來的話它外面就是膠帶嘛 然後裡面會有附一層膠 我猜應該是因為這個真的太黏了 那我們剪一小段 這樣裡面有一個透明的膠 我們把它撕開來 真的蠻黏的耶 真的是蠻黏的耶 接下來我們把它應用在會露水的東西上面吧 現在我們已經準備了一些容易碎的一些東西 那等一下我會用錘子把它撬破 再用這個很厲害的膠帶 你們看是不是真的那麼防水呢 好 那我們先在這個上面撬出一點點的裂痕 好的 結果剛剛我們用那個貢圖要撬那個 鍋裡面好像沒有什麼用 所以呢我們改變一下計畫 等一下呢我會在這個大瓶裝滿水的瓶子裡面呢 中間戳一個洞 那水一定就會從裡面開始噴出來嘛 接下來我們再用超強的防水膠帶 看是不是可以真的黏住呢 第二個呢我們會在 這是我的心滿喔 我覺得很漂亮 可是我等一下還是要打鋪它 因為他說在水中可以保養的黏性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把這個專門水 然後從內部把它貼起來 我們先從這個開始吧 好 喔喔 ну 卡古了這個黏起來 快點快點 快點 快 哇 哇 真的耶 喔喔喔喔 開始了開始了 不真 questionnaire 哇 哇 好夢 好猛喔 看來我們這個實驗成功 可是我剛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雖然這個也是防水沒有錯 但是可能寶測瓶它本身比較軟 擠壓的話水還是會流下來 所以它可能是用在固定的一個東西 就是可能沒有辦法去移動它 或是碰撞它之類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 從水裡去黏那個漏洞的地方 好各位觀眾 因為我剛剛去的那個玻璃碗 結果那個玻璃太薄了一敲就會碎成兩半 所以後來我換成像這樣的塑膠的 一般大家去買那個什麼保鮮盒都會有的 我這邊已經開了一個小洞 那等一下做法就是把這個裝滿水 我會從裡面然後貼膠帶這樣子 因為剛剛我們在那邊水已經無法控制了 所以我們來到浴室 好我們來試試看吧 咻咻 咻咻 哇 真的沒有在流了耶 真的 我們來看一下 屁啦還真的在流 屁啦 我剛剛把空氣都排掉之後 它真的沒有在漏水了 而且像剛剛我們用在寶特瓶那邊 它應該是因為它寶特瓶上面有那個凹凸凹凸凸的 這個夾蛋的話應該用在瓶的表面上面才有效 如果凹凸凸過你的表面不乾淨的話 很有可能就會漏水 好啦 看起來我們在水裡面貼也是沒問題的 厲害 成功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的這個實驗是我特別去馬上這樣子的水管 這一次我準備了兩條 為什麼要兩條呢 因為我另外準備的是這種的膠帶 這的話就是我們一般會買到的絕緣膠帶 很常會黏電線之類的 那等一下呢 我們一樣會在那個水管的底部戳一個洞 我們會分別用絕緣膠帶還有超防水的這個膠帶 來看看說它的防禦效果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現在下面弄個小口吧 欸 好了好了好了 再來是皮衣禁人的傷體禁人 還是高潰奢華的傷體禁人的教王 歡迎收看 isions 和 you 我可以去 好啦 我們也看到剛剛的實驗了 DJ Flag Tab 它的防水性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它還是有點漏水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我剛剛在一邊倒水 然後一邊一直手拿 所以我其實沒有黏的很好 但是我覺得它的效果還是很不錯啦 好不好 這要比絕顏膠帶它的防水性還要更高 不過絕顏膠帶本來就不是拿來防水用的啦 也不能這麼說 好的這一次我們開箱影片就算到這邊了 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呢 尤其是這個膠帶 我真的覺得還蠻不可思議的啦 那如果你覺得好用的話 你可以自己買回去 啊!對不起!這不是工商 所以要不要買隨便好不好 要不要買隨便 那下一次有機會的話呢 可以跟大家介紹其他很特別的產品 如果喜歡我裡面請幫我按一個讚 並且分享出去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們有沒有用過什麼很特殊的東西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的咧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KONFAMIDA! 我是米菲 下次見 掰掰